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审议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 李强通报有关情况 王沪宁 蔡奇 丁薛祥出席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杜罗当选连任委内瑞拉总统 中央宣讲团在农业农村部 中央军委机关天津市宣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8% 强将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 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抗洪救灾工作 乙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 黎巴嫩珍珠党武装称打击乙军基地等目标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 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审议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 今年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各地区各部门迎难而上积极作为 深化改革开放 加强宏观调控 有效应对风险挑战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 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新动能 新优势 加快培育 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会议指出 当前外部环境变化 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多 国内有效需求不足 经济运行出现分化 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仍然较多 新旧动能转换存在阵痛 这些是发展中 转型中的问题 我们既要增强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 积极主动应对 又要保持战略定力 坚定发展信心 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会议强调 下半年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很重 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因地制宜发展新制生产力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深化创新驱动发展 深入挖掘内需潜力 不断增强新动能新优势 增强经营主体活力 稳定市场预期 增强社会信心 增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态势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保持社会稳定 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任务 会议强调 要以改革为动力 促进稳增长 调结构 防风险 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 及时推出一批条件成熟 可感可及的改革举措 要坚持和落实 两个毫不动摇 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 共同发展 完善产权保护 市场准入 破产退出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防止和纠正一些地方 利用行政 刑事手段 干预经济纠纷 要弘扬企业家精神 在改革创新和公平竞争中 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 会议指出 宏观政策要持续用力 更加给力 要加强逆周期调节 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加快全面落实 以确定的政策举措 及早储备 并适时推出一批增量政策举措 要加快专项债发行使用进度 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 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 安全能力建设 更大力度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大宗耐用消费品已旧换新 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兜牢三宝底线 要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 稳中有降 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要切实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形成各方面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要继续发挥好经济大省挑大粮作用 会议强调 要以提振消费为重点 扩大国内需求 经济政策的着力点 要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 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 增强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意愿 把服务消费作为消费扩容升级的重要抓手 支持文旅 养老 育幼 家政等消费 要进一步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扩大有效投资 会议指出 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要大力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要有力有效支持发展邓灵企业 独角兽企业 要强化行业自律 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 强化市场优胜劣汰机制 畅通落后低效产能 退出渠道 会议指出 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进一步营造市场化 法制化 国际化 一流营商环境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落实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 清零要求 推出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举措 促进利用外资起稳回升 要积极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 拓展中间品贸易 绿色贸易 要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会议强调 要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要落实好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新政策 坚持消化存量和优化增量相结合 积极支持收购存量商品房 用作保障性住房 进一步做好保交房工作 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要完善和落实地方一揽子化债方案 创造条件 加快化解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 要统筹防风险 强监管 促发展 提振投资者信心 提升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 会议指出 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确保农村人口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质贫 要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 抓好农业生产 努力夺取全年粮食丰收 会议强调 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 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 要加强低收入人口救助帮扶 支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要全力做好防汛抗洪救灾工作 做好迎风度下期间能源电力供应 抓好安全生产 认真解决食品安全 社会治安等问题 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站 扎实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要做好十五五规划前期研究谋划工作 会议指出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顽杖顾及 必须下大力气 坚决纠置 基层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 不能被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束缚手脚 中央书记处要持之以恒 抓住不放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 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 要定期督促检查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 各省级党委和政府在安排部署工作时 要实事求是 省以下各级党委要履行好主体责任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监督执行 会议强调 要强化制度建设与执行 统筹为基层减负和负能 进一步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及其实施细则则精神 持续经文检会 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 切实解决过贫过烦问题 严格规范从基层借调干部 加强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 规范化管理 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进一步理顺基层权责 推动资源 服务 管理向基层下沉 精简创建示范和达标活动 注重创建示范时效 对党员干部 特别是基层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要发现一个整治一个 对具有一定典型性普遍性的问题 要集中力量开展专项整治和清理 切实把基层从刑事主义 官僚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树立正确政纪官 激励担当作为 有更多精力抓落实 7月26号 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 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 要全面贯彻落实 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因地制宜发展新制生产力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深化创新驱动发展 深入挖掘内需潜力 不断增强新动能新优势 增强经营主体活力 稳定市场预期 增强社会信心 增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态势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保持社会稳定 坚定不移 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 王沪宁 蔡奇 丁薛祥出席座谈会 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 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 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的有关考虑 座谈会上 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 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理 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 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 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 智工党中央主席蒋作军 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 台盟中央主席苏辉 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 五党派人士代表欧阳昌琼先后发言 他们完全赞同中共中央 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 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谋划考虑 并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夯实新制生产力的产业和技术根基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推进自然资源管理改革 统筹规划生物制造产业发展 支持大陆台资电子信息产业 转型升级 文港和扩大年轻人就业 加大促消费政策力度 助力企业和房地产业健康发展 进一步提振民营经济发展信心等 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 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表示 今年上半年 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 我们顶住压力 积极作为 加强宏观调控 深化改革开放 有效应对风险挑战 经济延续了回升向好态势 高质量发展 又迈出新的步伐 习近平强调 当前 我国经济发展 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 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 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克服的 我们要坚定发展信心 保持战略定力 积极主动应对问题和挑战 用实实在在的高质量发展成效 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习近平指出 上半年 各民主党派中央和五党派人士 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 聚焦因地制宜 发展新制生产力 畅通国内大循环 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推进人工智能 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缓解地方财政困难等 建言献策 持续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 民主监督 为中共中央科学决策 提供了重要参考 他代表中共中央 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 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 全国工商联和五党派人士 提出三点希望 一是深入学习贯彻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引导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 深刻把握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 重大原则和重大举措 把中共中央决策部署 转化为社会各界的 共同意志和自觉行动 二是持续巩固统一战线的 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切实把思想认识 统一到中共中央 关于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上来 正确看待形势和改革发展中的问题 合力战胜前进中的各种风险挑战 三是继续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献计出力 围绕落实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提出的重大改革举措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以及十五五规划前期研究谋划工作等 深入开展调研 为中共中央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石太峰 刘国忠 何立峰 张国卿 吴正龙 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 出席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 邵红 何报祥 王光谦 秦伯勇 朱永新 杨振和张恩迪 江丽平 安丽嘉 李林等 本台消息 7月30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尼古拉斯 马杜罗 莫罗斯 祝贺他当选连任委内瑞拉 玻利瓦尔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 总统先生执政以来 带领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 坚持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在国家建设事业中取得显著成就 中国和委内瑞拉是相互信任的好朋友 共同发展的好伙伴 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伪方 维护国家主权 民族尊严 社会稳定的努力 坚定支持伪方反对外部干涉的正义事业 我高度重视中委关系发展 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 继续引领中委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 不断迈上新台阶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近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中央宣讲团成员 在各地各部门深入宣讲 并与基层干部群众互动交流 推动全会精神学习 走深走实 中央宣讲团成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 29号在农业农村部做宣讲报告 刘国中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决定精神 进行系统阐释和深入解读 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 抓好三农领域各项改革任务的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的报告和重要讲话 通篇贯穿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内涵极其丰富 我们要深入学习 深刻领会 自觉用于指导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中央宣讲团成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29号在军委机关 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 张又霞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 重大原则 重大举措 根本保证等方面 结合军队实际 对全会精神做了深入阐释 一定要深学深恶习主席重要讲话和决定部署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 更加坚定自觉拥护 两个确定 特别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引领 深入实施改革强军战略 狠抓各项改革任务落实 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提供有力保障 中央宣讲团成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 近日在天津做宣讲报告 从深刻认识全会的重大意义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把握全会决定的主要内容等方面 做了全面宣讲和深入阐释 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现代化 作为这次全会的主题 抓住了党后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 是理所当然 事所必然 全会确立这个主题 进一步彰写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伟大的历史主动 巨大的政治勇气 和强烈的责任担当 会后 陈敏尔还与基层干部群众 进行互动交流 深入学习宣传全会精神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今天公布 今年上半年 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为167.4万亿元 同比增长5.8% 延续了去年四季度以来 较快增长态势 从物流结构看 上半年 工业品物流总额 同比增长5.8% 其中 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 同比增长8.7% 较一季度 加快1.2个百分点 在大规模设备更新 以及消费品已旧换新政策 推动下 再生资源领域物流需求 发展较快 上半年 再生资源物流总额 同比增长11.1% 另外 今年上半年 社会物流总费用 为8.8万亿元 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 为14.2% 比去年上半年 下降0.3个百分点 显示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所需耗费的物流费用 有所下降 今天 墙降雨持续影响 我国多地 各地各部门 积极应对 全力做好 防汛抗洪救灾 各项工作 今天 湖南湘潭县 堤坝绝口险情 墙前处置工作 加紧进行 当地利用积水自流外排 加速消退的游历时机 积极为下一步 坝体修复做准备 在义俗河镇四新堤 救援人员 加快拓宽道路 为机械设备 入场作业提供条件 目前 捐水已退出警戒水位 受影响的 湘潭县新唐村 新虎村 已恢复宫殿 群众安置工作 有序进行 在湖南郕州 滋兴市 强降雨导致 所有乡镇 不同程度受灾 截至今天下午三点 以出动直升机 153架次 转移被困人员45人 向滋兴受灾地区 投放食品 药品等生活类物资 56.2吨 受连续强降雨影响 吉林全省 28条河流水位超紧 在临江 市区多处低洼路段 积水严重 相关部门调度大型机械 24小时不间断 排水排落 目前 城区主干道水位 逐渐消退 随着鸭绿江流域 丹东段水位 持续上涨 当地组织力量 今天再次对 防洪交通门 进行了加固 截至今天中午 丹东全市 共转移群众 28000多人 从昨天开始 山西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天气 局地暴雨 太原城区低洼路段出现积水 当地出动应急强检队伍 加强排落处置 强降雨导致陕西省内多条国省道出现滑坡 道路中断 当地交警部门对受阻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措施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全省累计转移 避险9万多人 今天 北京多地出现暴雨天气 气象部门预计 到今天夜间 降雨将再次加强 淮柔 密云 平谷等地部分地区 累计降雨量将达到250毫米以上 为应对此次强降雨 北京公路应急队伍 共备勤3500多人 机械设备1000多台套 长江2024年第三号洪水发生后 今天 水利部联合调度流域控制性水库群 调度三峡水库减少出库流量 减轻中下游防洪压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 紧急下达5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 支持湖南 福建 河南 四川 陕西五省 暴雨洪涝和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重点用于受损水利防洪 学校 医院等灾区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应急恢复建设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 今天下达中央财政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38亿元 支持湖南 四川 陕西等灾区 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 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 水毁农业设施修复 输渠排涝等防汛救灾措施 给予适当补助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3年 我国以新产业 新业态 新商业模式 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 为223528亿元 比上年增长6.4% 占GDP的比重为17.73% 比上年提高0.37个百分点 生态环境部最新通报显示 今年上半年 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超过45% 生态环境部会同相关部门 持续推动农村黑臭水体整治 完成规划任务的80%以上 将面积较大 群众反映强烈的4000余个水体 纳入国家监管清单 其余近万个水体 纳入省级监管清单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 今年以来 全国新增及更新 低地板 低入口 城市公共汽电车 2785辆 新打造静老爱老公共汽电车 线路300条 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品牌 线路14条 据黎巴嫩媒体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29号出动战机和无人机 对黎巴嫩南部 胡拉 库宁等多地 发动袭击 造成人员伤亡 以军称 在当天的一次无人机袭击中 打死两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成员 黎真主党武装称 其成员向位于以色列北部的 乙军基地发射数十枚火箭弹 并用导弹袭击了一处乙军据点 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29号称 27号 戈兰高地城镇遭袭事件 是重大冲突升级 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要为此承担后果 同一天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 将对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予以猛烈打击 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29号 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时警告说 如果以色列攻击黎巴嫩 将犯下重大错误 会给以色列带来严重后果 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盖特同一天警告 冲突的范围可能会扩大 中东或被拖入一场地区战争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 俄罗斯海军北方舰队 太平洋舰队 波罗的海舰队 以及离海分舰队 按照年度作训计划 在各自负责的区域内 进行例行演练 以检验俄海军行动能力和战备情况 约300艘舰艇 50架飞机 以及2万多名军人参加演练 演练内容包括防空导弹射击 反潜武器使用等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9号表示 如果乌克兰不尽快恢复 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的原油运输 斯洛伐克炼油企业将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柴油 上个月 乌克兰加强了对俄罗斯 卢克石油公司的制裁 暂停该公司石油 从乌克兰领土进行过境运输 导致匈牙利和斯洛伐克 无法从卢克石油公司接收石油 俄乌冲突爆发后 欧盟对俄石油实施禁运 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高度依赖俄石油的国家获得豁免 美国财政部网站29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突破35万亿美元大关 据美国彼得·彼得森基金会测算 这相当于每个美国人负债近10.4万美元 该基金会此前警告 美国财政处在不可持续的轨道上 据法国媒体29号报道 法国三家电信运营商 在法国至少六个地区的光蓝等通信基础设施 28号夜间遭人为破坏 固定和移动通信网络受到影响 目前尚未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 对破坏行为负责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感谢您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 请下载央视频 关注的朋友再见 再见